当前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 3月30日 国务院联法联控机制 在北京召开信用发布会 介绍最新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国际科运航班动态被受关注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要求航班上线基数 每周1165班到5个1新政策实施 民航局持续出台相关政策 调整国际科运航班 3月29号到4月4号 计划的航班量的话是108班 那就意味着相对于上周的734班 我们又减少了85% 而这108班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相当于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们全国的国际科运航班总量的1.2% 所以从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 趋势始终是呈现一个加速递减的一个状态 金军号表示 随着海外疫情蔓延 不少国家也出台了相应防控措施 使抵离中国航班量加速递减 对境外中国公民 特别是留学生群体产生较大影响 谈及是否组织包机 接境外公民回国 金军号表示 对需求集中 飞行目的地 有接收保障能力的城市 会试情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 我们还是按照国家 加强对境外国公民 关心关爱的总体部署呢 民航局严格落实 国务院联共机制的相关部署要求 对一些需求集中 发布会上 国家移民局边防检察管理司司长 刘海涛还介绍了暂停外国人 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 和拘留许可入境有关情况 他指出 此举参考了当前多个国家的做法 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性限制措施 在当前的疫情下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非需要的出境活动 对有效保护 包括被限制入境在内的 所有中外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有效地阻止疫情 通过出境的渠道 传播 维护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 是负责任和必要的措施 刘海涛表示 职外交 公务 礼遇 C字签证路径不受影响 刘海涛还谈到了境外路径人员 隔离期间私自出入境 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于出境的内地居民 编检人员在检查时 都要核查 最近一次 该人的入境记录 如果发现 14天内 有入境记录的 要坚决阻止他再次出境 并移交属地的主管部门 依法进行处理 发现来华的外国旅客 在隔离期间 违反规定 私自出境 将移交相关主管部门 依法处理 并将禁止其在今后 一定的期限内 再入境 李海涛提醒 中海出入境人员 要自觉遵守入境后 集中隔离措施的规定要求 违反集中隔离规定 私自出入境是违法行为 移民编检机关发现以后 都将移交有关主管部门 依法进行处理 同时 他也呼吁有关旅客 以疫情防控大局和生命安全为重 减少不必要的出境行程